大道城国际艺术节10月登场 重头戏之一就是1920变装游行 1920是大道城繁荣的年代 但是随着当地传统产业没落 大道城风光不再 一直到了这几年老城区有了改变 穿上复古装扮 仿佛回到1920年代 1920年代应该是个很华丽的年代 我的珍珠味华 还有发箍发 然后就是可能装比较浓一点 戴这种帽子然后 还有吊戴里间 10月中大道城变装游行 老城区在线人潮充满欢笑 看着看着让人掉进了时光隧道 清末到日举时期 大道城是北台湾的商业贸易中心 茶叶南北货 中药材布料批发等贸易兴盛 关乎后期其实包括纺织布业 在这边也都非常繁荣 那不管是产业形态的改变 跟商圈的这个东移 往东移的话 都影响这里的这个繁荣 那就整个就开始没落 传统产业没落 大道城戎景不再 直到近几年出现改变 这六年来其实新的这个创意产业 不断的进入到这个街区 历史悠久的屈城市大药房 楼上开了茶馆 泡一壶台湾茶 你能闻到茶香 还有古色古香 迪化街巷子里 服饰研发公司 一楼打板制衣 二楼打造成设计师交流的 共同空间 他们跟国内外设计师合作 成品还登上了国际舞台 一直会跟年轻设计师 保持一个长时间的配合的 一个状态当中 因为对服装有兴趣的年轻人很多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产业链 都已经有点没办法连接起来 文创商店书店一间一间开 国际连锁咖啡店也进入大道城 改变就是文创进来 就是以前都是中药店 进步很多 改变很多 有一些旧的商店 他们都有活化了 1920年代热闹情景在2015年重现 时间在前景 推动老城区活出新生命 有点TV张家邱慧恩陈岳威台北报道